7.2挡7.3 干它 这是上一代86和BRZ留给我们的一个梗 它的来历是在于上一代车型 所搭载的FA20发动机 可以在7000转爆发最大200马力的功率 同时在6600转输出最大205牛米的扭矩 所以说如果你开着它们在路上想干一台车的话 那么最好的时机就是在2档7300转的表底 那这套操作看起来猛如虎 但实际上你细品会发现有点心酸 虽然说性能从来不是86和BRZ车主所衡量的指标 但是原厂区区200马力 78秒的加速成绩 对于一辆跑车来说实在是有点寒酸 那么好在全新的GR86和BRZ肯定是更快了 但是表现到底怎么样 咱们零四赛道的终点见分享 两辆车的加速成绩现在都已经来到5秒多 这个进化相比上一代那是非常明显的 那各位对这样的变化到底满不满意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块讨论一下 那其实这两辆车相比上一代最大的变化 就是低转速的扭矩表现要好的很多 起步要更迅捷了 因为我们看发动机参数曲线 老款的FA20发动机它的最大扭矩转速是6600转 但是全新的FA24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已经来到了3700转 那现在不用在表底 在中段就可以开始干人了 其实这样的变化用意非常明显 因为丰田发现在这个全民涡轮的时代 单靠原来的参数已经很难支撑了 于是他们拼命地压榨这台发动机 获得更多的潜力 但是如今依然坚守自吸阵营 这不就是老派思潮不随风倒 飞于整个世界抗争的精神吗 而且他们至少还给我们留下了手动挡 和丝滑的驾驶体验 相同平台诞生的两款车性能到底是不是像公安杆那样说的不同呢 那不管是86还是BRZ 他们的定位都是平民跑车 上世纪末 AE86所属的廉价小跑车产品线卡罗拉酷佩 因为泡沫经济导致的市场低迷被砍掉了 丰田最悠久的跑车车系Selica 解体了他的职能 但很不幸 在21世纪初的环保大战 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 Selica也逐渐失去了市场惨遭停产 于是丰田入门跑车的产品位置空缺了很多年 直到爱车的丰田张男掌握大权 并且入股了斯巴鲁 联合开发了卡罗拉酷佩的精神后续 Selica的直系继承车型 86 那么根据市场的不同 它也被称为GT86或者FRS 那斯巴鲁的版本呢就是BRZ了 因为丰田很多年没有开发这种运动车型了 所以它的经验是有断档的 整个车的开发呢 几乎完全交给了斯巴鲁来进行 其实最开始斯巴鲁接到这项合作邀请的时候 他们是希望造一台四驱车了 因为本身他们认为更稳定的操控 才是一辆跑车跑得更快的必要条件 而且斯巴鲁是造惯了四驱 它没有现成的后驱平台 那工程师和丰田掰透了很久之后 还是拗不过丰田张男 最终这台妥协开发了全新的后驱平台 这才有了BRZ 其实在上一代车型的时候 丰田就对到底是涡轮还是自吸举气固定了 最终他们选择的是自吸 那台FA20发动机 凭借着100马力的升功率 以及混合喷射呢 摘得了当年的沃德石家 但是动力若鸡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不过丰田认为 加入涡轮军备竞赛 会让自己拖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泥毯 因为动力虽然提高了 但是价格也会更高 会偏离最初设定的平民路线 而且还可能会对相连的产品线产生挤压 那你这么看来 全新的GR86和BRZ 用了排量稍大一点的2.4升自吸 就非常合理了 因为它绝对不会碰到 Super 2.0T的市场 而且呢上一代 最大的短板得意补强 动力够 高转有 声音好听 还是个手动挡 你看这招法 多精准 新86和BRZ呢 它的转向手感更细腻了 形势质感更高级了 而且更早来的最大扭矩呢 也可以让加速和超车变得更加顺畅 但最值得吐槽的还是底盘 一个底盘要用20年 这样每年都在夹高的库克看了都直呼内行 尽管全新代BRZ 86它们的底盘是相同的 但是两辆车的操控呢 却奔着不同的方向 那么两辆车的公众稿上写着 86更倾向于驾驶乐趣 而BRZ更倾向于赛道驾驶 它们好像就是一对性格不太一样的双胞胎 但是性格到底差得了呢 接下来咱们在赛道上把时间交给车手杨硕 这两台车虽然看着像亲兄弟 但上了赛道后性格却截然不同 尤其是在弯道 86就像动态补偿一样 无论是入关还是出外 只要你车身压了下去 它就能表现得十分灵活 而BRZ就相对沉稳了 就算你高速入弯还带着方向刹车 它也会表现得十分淡定 所以BRZ属于那种你刚一上手 就很有信心去活它的车 因此如果把86比喻成活泼好动的 18岁小伙子的话 那BRZ就像35岁的中年人 虽然不够活泼 但很有效果 只干实事 不搞那话里胡哨的 另外除了弯道 两台车动力表现 从主观感受上有些区别 虽然一车金刚刚始终用到四档 但感觉86的四档就是更有劲 BRZ则相对平平 还有就是两台车离合器 结合时的力度也不一样 BRZ更强一些 86则显得比较柔和 不知道是不是车况的差别 当然了 以上两台车的驾驶差别 仅仅建立于原厂的PS4轮胎上 如果同时换一套更抓地轮胎 相信86会比BRZ更快 但乐趣也会少很多 所以在纯原厂的状态下 我其实更喜欢86 因为它很有质感 也更有乐趣 而BRZ虽然稍显无趣 但优势在于圈速快 且对驾驶技术要求不高 所以就算你是赛道新人 也能很快的上手它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让大家在速度和乐趣中选一个 你会更看重哪一点的 OK 那咱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飘移金卡大的场地 这个规则细节 你还能给大家再说什么 我们的全程必须得飘移 不管你是推头 撞撞 还是最后那个入库没有进去 我们都得罚十两秒 那这个能考验什么呢 你整个过程都得飘移 场地又不大 速度也不是特别快 所以就特别的放大特性 对 我们主要就是看 这两台车在这些状态下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驾驶特性 这些状态下的车在这些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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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台车其实都用了动力弹力和拉手刹三种方式 起飘 两款车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动力起飘 两款车都会推头 但86的车尾更积极地往弯心走 让人更有信心给油起飘 BRZ则更稳 总觉得再给油就会继续推头 BRZ即便拉手刹起飘都会特别难 车会推头一下才能甩起来 甚至可以拖着爆死的后轮推头 而86因更灵活的车尾可以轻松起飘 而且弹力和和拉手刹 不能把角度放得太大 不然起飘容易死病 或者需要往回救一把才能继续飘 另外两款车的手刹都不太能同时爆死两个后轮 如果要练更高节的飘移 最好改装液压手刹 在飘的过程中 BRZ的扭矩输出明显是电脑修饰过的 你油门不动 它的扭矩就可以恒定输出 86就不行 像拉线油门那样 你旋停油门 扭矩也会拨动着慢慢变大 只能用脚的松踩来控制 让扭矩没有拨动的恒定输出 86在过高速弯的时候 不管是刹车还是转向还是出弯 它屁股都很滑 将车头往弯里送 滑但可控 这是因为它的尾部比BRZ调的硬 然后油门调教很灵敏 像机械拉线那样 你踩多少就有多大反应 飘的时候呢 用脚控制角度大小 要特别专注 特别稳才行 BRZ就稳定的像轨道车 前后悬架软硬平衡 只在出弯有滑的可能 BRZ的油门却很线性 有些迟钝电子感强 可以给我很长的调整反应时间 基本上我一起飘 从高速弯到定源接八字 我脚可以定在那儿不动 飘移就持续下去了 人很轻松 这两辆车的车尾设定 以及ECU油门标定 差异非常大 86灵活有趣 BRZ古板无聊 BRZ更适合刷圈 当然86也适合 并且可能更快 但是需要更好的技术 说的就是我 两台车相同的地方 就是悬架偏软 每次中摆换方向的时候 后轮很容易就抓住地了 86因为尾部活 我多踩点油门 或者多带点惯性 也就过去了 BRZ就是那种 要弹离合疯狂弹 都不一定能再续上的感觉 所以BRZ适合新手 但86更练技术 由于这个车架基本没变 所以它的尺寸也没变 外观只是做了 车头和车尾的造型升级 那丰天方面 就更像是偷懒把10年前 GRMN的FR概念车元素 直接放到了新车上 那么BRZ造型要稍微惊艳一点 除了尾灯被吐槽向军威之外 其他的设计比86都更有侵略性 还记得之前老款86出过一款敞篷概念车 那辆车之所以没有量产的原因 就是因为底盘的刚度不够 而中期改款的时候 特意换过一次底盘和副车架的固定螺栓 为的就是补强底盘的刚度 那全新一代86BRZ算是吸取了教训 将整车的扭转刚性直接提升了50% 不光如此 前轴弹簧加硬了50% 后轴加硬了70% 不过这一次 丰田和斯巴鲁并没有在底盘调教上达成一致 而是出现了分歧 斯巴鲁改用了铝制的前阳脚 以获得更加灵敏的操控动态 但是丰田却认为原本的钢制阳脚 有更好的操控性 再加上后悬架的胶套和防清杆安装位置和硬度都不一样 所以才有了刚刚赛道和金卡纳中的操控差异 86和BRZ 我相信他们给无数人带来了属于平民的驾驶乐趣 但是全新一代车型 它的定价以及上牌政策 好像老让人觉得他们在割韭菜 那个曾经让人轻松爱上驾驶 爱上操控的小跑车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远了 当然了 你可以把这个锅水给国内的政策或者税率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时代依然想要一台手动的小跑车 并且非常有驾驶乐趣的话 那他们倒真是不二之选 那至于86比BRZ贵三万块钱这件事 我觉得原厂的86它的调教确实是让它有更多的驾驶乐趣 如果这个恰好能够打动你 或者这个名字对你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无法割舍的循环 那这三万块钱冲 无脑冲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台带步的小跑车偶尔下赛道 那消费者用缴投票的结构已经非常明显了 2022年度跑车销辆BRZ居然卖出去2000多辆 这比原厂限量386辆的86显然更出成绩 那么也证明至少在2022年 还有2000多个人新加入这种纯粹的驾驶乐趣的家族这种 这批评系的准备赛车销辆 铁排86第1次 那两辆都是砸砸砸是吧 你这完全不给我提示了 原厂是 原厂是 再承认币 有什么区别吗 对也是 经常玩车的各位 可能常会遇到一个玄学问题 就是你听别人说 我对这辆车做过某一项升级 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你实际去体验 好像没有它说的这么夸张 比如这辆86和BRZ 它们条件上的区别 具体能不能转化成你身体上的感受呢 那接下来咱们玩一个很新的东西 我蒙着眼睛 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猜出它们的区别 完全现在不知道哪辆要过来 然后我们会在赛道里去体验一下 它不同弯角的这种 怎么说呢 加速也好 尾部的滑动也好 看看能不能猜出来吧 你们得有人扶我是不是 您好 这就是所谓的杂牌跑车吗 对啊 你听说过之前 现在出过一个双门的跑车吗 人家那好歹是现代 你这个到底是封殿河还是斯巴罗罗网 是杂牌跑车 我来看看你这个杂牌跑车的调教 到底有没有区别啊 还有 我会告诉你我们在什么位置 你现在是在倒车吗 现在是在前进 我不是这个蒙着眼睛再副驾一坐真的有有点晕啊 是吗 嗯 而且是一点都看不见 现在我们已经上赛道了 ok 这里是2号吗 哦哦你吃路肩吃的还挺狠 刚才这一下 哎呦哎呦 啊你尾巴开始滑下来了 哎呦 然后又救了一下对吧 对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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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进四档了吧 是 一号弯 好 一号弯 二号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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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我不知道你的速度我不知道你 嗯 我不知道你们每个弯的进安速度但是我能感觉到就是这辆车相对还是比较稳的在快突破极限的时候会有一个呃 呃 尾部的滑动吧 因为我不明白另外一辆车大概大概会是什么样 我能感觉到你一直在甩我 我能感觉到你一直在甩我 因为你每一个那种呃低速弯的结尾尾部都会有一个啊都会有一个滑动然后有一个反打对吧 对 你看这又这又滑了一下 然后我觉得尾巴是不是相对要比较软 还好吧 嗯 那我们要回到哦 哦 不行 我快吐了 就如果我真能感受到你在开的过程中的区别的话那就证明这个条件上的差异并不是纯纯靠嘴炮说出来的 它是能够真实的反映到你身体上的这种状态的 对 那我们进入车来说 那你帮我我我有我有点晕啊你慢点扶我啊 哎 这种感觉这好奇妙啊 行 哦走 现在我们换一辆砸盘车 这两辆都是砸盘车是吧你这完全不给我提示了 对啊 本来他们都是砸盘车生产的呀有什么区别吗哦对也是 在大卡上好玩 哦好玩 你这个开法跟刚才一样吗一样啊一样那确实能感觉到两辆车好像尾巴的动态 这尾巴动态有明显的区别这样这台车怎么感觉那么稳呢 也不稳但是没有你刚才那个幅度那么大 其实说实话是这个整个的区别非常非常小包括你整个刹车的制动力度也好 还有你刚才换挡的那几点加速的在这个声音也好还有推背感的感受也好 这两辆车 我现在看不见你车头所有不知道你整个指向的情况 但两辆车的尾部的区别非常明显 所以说这个条件上的差别应该确实会对整个车的这种动态 是有是有很大影响的并不是说哎 只是这个配置不一样硬做出点区分而是整个性格有变化 这两辆车从官方宣传的角度来说 86应该是更加注重操控乐趣 然后BRZ应该是更加注重赛道驾驶 那从赛道驾驶的稳定性来角度来来说的话 我猜我现在做的第二辆应该是BRZ第一辆应该是86 这么明显吗 明显很明显 我全程完全没看 你硬要拧这么一下确实也是 但是你刚才在赌合弯里滑的次数比这次要多 对 你那个滑掉了 你开始给我包包开了是吧 看来 那不管是哪一辆车的话 你如果想让它做到滑动应该都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就是我觉得它可能驾驶乐趣的这个取向有一点区别 但如果你真想玩的话 它们的玩法应该是我觉得差不太多的 刚好不行又吐了 应该到了吧 我开队了 我开队了 先别着急 先别着急 对 它要吐了 嗯 那好 来 我刚才猜的第一辆是86 第二辆是BRZ 然后因为第一辆的滑动 我不确定车手是不是完全按照同样的开法开的 但是我能觉得第一辆的滑动要比第二辆稍微多一点点 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我反正开的时候是感觉第一辆车比第二辆车稍微要滑一点 尤其是在弯中的时候 所以我猜第一辆应该是86第二辆是BRZ 对吗 嗯 对 对好 那看来就是这种调教上的区别带来整个体验上的差别 并不是一个完全玄学的东西 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对对是是可以体验出来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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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